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军最后的精锐106空降师 遭到海马斯沉重打击 俄罗斯的最精锐的部队 或者说是精锐的精锐 是所谓的VDV 也就是他的空降师 因为他们的装备是最优良的 而且官兵训练有素 待遇最好 他们这些官兵的待遇 相当于比过去的散兵还要高 几乎就相当于俄罗斯空军飞行员的待遇 所以说他们是俄军掌握的 机动能力最强的部队 而且一般不到关键时候 他们不会被派往前线 但是在围攻基辅陷入困境的时候 俄军高层就开始疯狂地动用VDV 在基辅的外围 在东北战场上VDV都付出了重大损失 后来俄军在乌冬战场的战役 基本上是不让VDV上阵了 也就是说因为这么精锐的空降师 如果用来去充分的话 那是得不偿失的 但是最近在乌冬战场上 在整个的俄乌前线 由于俄军已经没有更多的军力投入进攻 所以现在急了 又开始派VDV上阵去交分 今天就传来消息说 乌军使用美国的海马式火箭炮 对俄军第106空降师进行了精证的打击 106空降师的指挥部陷入火海 三名副市长无一幸存 全部被炸死 而且现场应该还有大量的俄军 其他官兵也被炸死 据说现场惨不忍睹 俄军一般的空降师 他的标准的编制 其他的野战陆军师 也都是一般一个正市长 两个副市长 但是由于最近俄军将领频频被斩首 不管是集团军司令还是师长 都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集团军司令 师长都是副职代理 也就是副师令代理师令 副师长代理师长 这一次对106空降师的打击 让俄军将领 俄军高层都深感震惊 因为这个106空降师 他的指挥部远离战场 多达120公里 想一想多远啊 就相当于240华里 那就相当于北京到天津的距离 指挥部设在那么远的地方 都照样遭到毁灭性打击 所以说俄军的好日子 终于到了尽头 现在战场形势正在迅速的逆转 此外乌克兰国防部还宣布 今天呢将要开始对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进行打击 因为最近呢俄军频频的向乌克兰的城市 像文医查之类的发动导弹袭袭击 炸死了大量的平民 仅仅文医查室就有100多人死伤 而且这些导弹呢 多半都来自黑海舰队 或者是克里米亚的导弹发射基地 所以说呢只有摧毁他们 乌克兰的城市呢才能获得安全 这也标志着这个俄乌战争进入到新的阶段 120公里之外设立临时军火库和临时指挥所 并且定期移动以规避乌军的打击 因为呢这个俄军将领呢很快就发现 如果把弹药比如说存放在卡车上 让这个卡车单独去躲藏去行动的话呢 那么许多这个俄军的这个卡车呢 这个驾驶员呢 或者那个就是说呢 负责监管的那个士兵呢 两个人就会偷偷的把这个弹药给扔掉 这样他们就安全了 他们就能够随时逃跑 而且呢他们甚至有的呢 干脆丢弃车辆说我们还炸了 说我们现在只有人跑回来了 甚至呢有的干脆就投降乌军 把弹药整车的弹药都送给乌军 所以呢俄军呢后来发现呢 就是说呢分散保存弹药呢 带来的这个损失更严重 因为这些弹药如果送给乌军以后呢 乌军又能够利用这些弹药 使用这些弹药回过头来打击俄军 让俄军付出双倍的认识 所以呢俄军军官很快发现了 还得集中看官 因为俄军的官兵跟乌军官兵不一样 自由世界的官兵都是凭自决作战 比如说美军呢 他的作战任务发放到你这个一个连 或者一个牌 甚至一个班或者几个人以后呢 只要就是说呢 上级只次跟你保持联络 随时准备支援你 就不再干预你的作战决定 就是说呢 你下级指挥官呢 甚至班长台长都可以决定 用什么方式来打仗效果最好 现在乌军呢就是按照英美军队的这种组织方式 所以呢 他的这个伤亡比较小 因为他不会强攻硬攻 不会像中国人传统那样 给我上 冲锋好异箱 给我冲 那样是死伤累累 那种战法呢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英美军队就放弃了 因为即便英美如此强大 都不能那样硬攻 比如说在诺曼币战役当中呢 我看到一个记录令人触目惊心 德军呢 一个碉堡里面 一个暗堡里面 一个重击枪手 一个人就射杀了 大约1500名美国军人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碉堡呢 设计在悬崖上 这个 再加上那个海滩上有武器 这个 美军呢 那个第一呢 是大部分登陆部队没有发现那个暗堡 而且呢 就是发现了 那时候的炮火的精准性很差 就是 暗炮呢 不是暗炮 就是那个美国的军舰上的那个炮火呢 也始终没有摧毁那个暗堡 所以说呢 但是呢 上级的 这个各级军官呢 都是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 按照时间表登陆进攻 冲到一个地方去 所以呢 一批又一批的 这个德军 不 那个美国军队 被冲上了那片海滩 经过扫射后以后呢 急急忙忙地奔向他们的这个集合地点 结果呢 居然 那个机枪手 打死了 打死打伤了 一百一千五百名美军 其实呢 不光是他 以前日军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时候 我记得在战争的时候 日军的海军陆战队 也曾经 有五百人被 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这个机枪手射杀了 大概有五百人 那个人后来获得了嘉奖 也就是说呢 过去的战争呢 往往决定权 也就来自最高这个军事计划 由总参谋部制定的 现在呢 不这么打仗了 但是现在俄军呢 仍然是这样打仗 因为俄军的士兵呢 相当于囚徒 他在军队里 他是没有自由的 而且呢 他被这样严格管理 你惯了 你让他自由以后呢 他马上就不负责任 就想着怎么样逃跑呀 怎么样溜到老百姓家里面 去强奸民女呀 去抢劫财务呀 或者去弄两瓶酒 弄几个菜 喝个痛快 所以说呢 俄军呢 他想转变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 恐怕还有漫长的道路可走 所以说呢 无论怎么挨打 无论他想出什么办法来 都无法改变不了俄军呢 这个 这个整个那个成就的 过时的那种文化观念的俗复 也就是说呢 他们其实是一帮囚徒 他们只能就是说呢 最终遭到失败的命令 另外呢 来自英国的消息 说呢 英国的这个空军司令呢 最近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宣布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准备 对俄军展开空袭 这位空军司令 名叫这个迈克温斯顿 他认为呢 俄罗斯呢 是整个欧洲的威胁 尤其他最近侵略了乌克兰 已经严重的 这个伤害了这个欧洲人的 这个自由和这个尊严 所以说呢 必须遭受打击 所以说呢 他的宣布呢 表明呢 就是无论现在的这个首相 约翰逊是否下台 实际上英军呢 都做好了随时打击俄军的准备 还有呢 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呢 乌军炮兵的力量 正在迅速的增强 一些视频显示呢 波兰的谢氏制装炮 及此乌克兰前线 这种火炮呢 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乌军呢 以前就使用过 而且非常熟悉 它基本上是属于 这个滑沙系统体系的那种 这种制装炮 或者大炮 所以呢 只要运到前线乌军呢 两三天就可以熟悉 最后就投入战斗 就能够对俄军呢 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呢 俄乌战场的形势呢 可以说已经发生了逆转 让我们看看 俄军怎么样被打得 鬼哭狼嚎 丢亏气甲 俄军